第十二课 生母一屋 趁着天气大好 红谷里走了很长一段路 距离美味的冰淇淋又进了一大步 这一路走来可咳死我了 什么地方有水 我想喝水 这水怎么打不开呢 红谷里 试着用钥匙开 红谷里 要喝水 就先开始今天的学习吧 小朋友 还记得上节课我们学过的东西吗 红谷里都不记得了 你们帮帮我吧 写字写字 滋滋滋 像个二字 滋滋滋 小朋友 这个还记得是什么吗 小小刺猬 呲 呲 呲 像个半圆 呲 呲 呲 小朋友 太厉害了 最后一个一定也记得 那我们一起说说 这个是什么 残宝宝吐 吱 吱 吱 小朋友 谢谢你们 你们太厉害了 小朋友 今天我们又有了新的小伙伴 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吧 衣服 衣服 一 一 一 大声点 我听不见 读得真好 我们会读一 那我们接下来还要会写一 小朋友 我们一起看看一怎么写 一字怎么写呢 一字两笔写成 在四线格中占据了下格和中格 第一笔右鞋中间慢 第二笔左鞋下三线 衣服 衣服 一 一 一 小朋友 小手做小棒 边念边写写 衣服 衣服 一 一 一 咦 怎么出现了一个屋顶 这是我们下一个要学的拼音 屋顶 屋顶 屋 屋 屋 大声点 我听不见 哇 你读得真好 会读屋 那小朋友知道怎么写吗 屋在四线格中的二楼只占据了一格 写的时候 屋要碰到上下线 两笔写成 右斜下 左斜上 写两遍 上下紧挨二三线 屋顶 屋顶 屋 屋 屋 这次红古力可是遇到了难题了 这次在他的面前居然出现了冰湖 想要过河就需要找到那些拼石头 小朋友们 我们一起来帮帮红古力吧 哎呦 这水流这么急 我该怎么办呢 红古力 不要着急 只要找到拼石头就可以过河了 小朋友 我们一起来过河吧 找到第一条过河的小桥了 太好了 我也找到小桥了 红古力 快走吧 小朋友们 太厉害了 我们快点看看下一个过桥的道路在什么地方 第二条小桥也找到了 红古力 可以走了 好 我看到大糖果了 那我们快点找过河的小桥吧 小朋友 有没有发现这次拼音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对了 屋上的上面没有两点 小朋友要记住 单育母屋碰到生母一 屋上面的两点要去掉 小朋友们 记住了吗 小朋友们 记住了吗 单育母屋碰到生母一 屋上面的两点要去掉 太棒了 我拿到钥匙和糖果了